烹一声超剧烈爆炸声响起 现场立刻窜出浓浓黑烟 让拍摄民众相当惊吓 一巴冲突持续升温 就是在加萨最新鲜况 从早到晚炮火声都没停过 南冥营被炸毁后 四处都起火燃烧 所有民宅被炸到面目全非 轿车也烧到只剩下骨架 联合国在加萨收容难民的一间学校 被以军空袭造成六死 导致医院乱成一团 医院里不只有超过60名孩童流离失所 大量伤患 挤爆病床 只能改放在庭院 还有美国籍加萨人 躲到联合国避难所 他们说他们的大家庭死了70人 不管逃到哪里都被杀害 我看到我弟弟在那里 我只是在那里的婚礼 几个星期前 他们被他们的兄弟 姊妹和祖父 所有人忙着逃难 还有在加油站 汽车一辆接一辆 民众也排长龙 手里拿着罐子要抢剩下的燃油 国际关怀协会也说 当地人很多必要商品都短缺 包含食物水和住处等 民众难以生存 整个加萨面临困境 冲突不结束的一天 恐怕百姓都难以平安 T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